常事故 烧烤店内推杯换盏 热闹非凡 而距此地不足十千米的地方 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一场盛大的活动 李坤时任赫山市雅瑶镇陈山村的村之书 他正带着村民们挖芋头 用来制作一道特殊的节日美食 芋头煮牛肉 这是陈山火龙节上必备的佳肴 陈山无火龙传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古时每逢自然灾害 瘟疫病毒流行 百姓插上香火火龙 驱灾避疫 祈求平安 到后来则演变为祈福安康 锐兆丰年 应急子孙的喜庆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山香火龙 陈山香火龙仪式的举行时间 一般选在农历八月下旬 夜最黑的几天 各位兄亲 各位朋友 陈山火龙 马上开始 点龙虾 夜幕降临 在李坤的指挥下 村民们准备在龙头和龙身上点香火 也叫香火会龙 晚上八点四十五分 烟花为训 活动开始 各位朋友 准备起路 一声令下 五龙者晴龙而起 寻游开始 一百余米的火龙 在铿锵激昂的锣鼓声中 蜿蜒前行 活灵一线 五龙仪式一般持续三天 第三晚 弹龙表演正式开始 表演结束后 放龙入海 将火龙进入池塘 一年的五龙盛会告一段落 五龙结束 村里的吃龙饭 饮龙酒活动才刚刚开始 会餐的煮菜是芋头煮牛肉 这道美食同五火龙一样 存在了几百年 是陈山人记忆中的故乡味道 村里的巧妇们在灶台前忙活着 一把铁铲捕得糊糊生风 直径近一米的大铁锅 烧至冒烟 淋入凉油 蒜末生姜增加底味 倒入一整盘的新鲜牛肉 炒至断生后重新起锅 翻炒芋头 表面微熟后加水 再加入炒好的牛肉 一同炖煮 带汤色浓白粘稠 芋头牛肉便煮好了 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 各家各户的亲戚朋友也都被邀请参加 一口锅里盛的是百家饭 一张桌上融入的是香里情 五火龙人那几天晚上 村里面在一起吃饭的 差不多接近四千多人 这根牛肉 炸一头牛 挖点芋头回来 然后就村里面集中一起吃个饭 这算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团圆的一个活动 五火龙 让陈山村这个几千口人的大家庭 团结一心 公筹交错间 沟通着彼此的感情 大快朵仪式 品尝着家乡的味道 或许节日过后 你我又要再次踏上旅途 投入到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中 但仿佛吃下这道家乡味 看过这场香火龙 香愁便不再酸楚 前路亦不孤独 七叔和七神仍然忙碌 但他们期待着 有时间能一起去看看世界 陈山村的香宴还在继续 人们虔诚的祈求 下一年的喜乐康健 风调雨顺 温伟文最后终于选中了一块基地 家里的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畅想未来 而这里将成为新的起点 美食往往并不是单纯的 一粒一素 一碗一块 而是一丝一线 一成一脉 它连接着人 感觉到他们的祈求